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好 那麼小楓啊 他一個月至少要花五萬六 老實說很多人要一塊錢 沒有五百多年 那小楓一個人而已 單身 她要五萬六 剛剛講到說 她養貓要八千塊一個月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什麼費用 再來就是我吃飯了 我吃的比貓還少 我一個月只要吃五千塊 我大概算一下 五千塊一天平均才一百七 怎麼夠 對啊 一百七現在大概一個月 大概一個便當而已 他可能早餐沒有吃 我想 我早餐不會吃 因為我DJ嘛 我就是到早上才睡覺 才在睡覺 沒吃早餐 對 然後 早餐沒吃 中午餐呢 他在睡覺 對 他就是中餐晚餐一起吃 吃一餐 對 晚餐 就是晚餐或者宵夜 就是有時候兩餐 但就是在晚餐或宵夜 那晚餐吃什麼 我只要沒工作 因為我很喜歡去買那種 我不會煮飯 我會去買那種可能米漢堡 微波就可以吃的 那我一天我就吃一個 我就飽了 一天吃一個米漢堡 這個已經不是談先前了 這是談健康 對 你這麼年輕的身體 你的營養根本就不夠 對 自己也知道 你自己知道嗎 遮好 可是營養夠 身體就會腫脹 腫脹在鏡頭前面就沒好看 沒有 這個不是 就是你只要是攝取的是蔬菜 蛋還有那個肉 就OK 這個蛋白質是很夠的話 它營養就會夠 對 或者你喝牛奶 這跟澱粉腫脹沒有關係 油炸不要 對不對 我很喜歡吃小垃圾 小垃圾是什麼 小垃圾就是 小垃圾 什麼薯條 餅乾 洋芋片 而且有時候就吃一吃就飽了 然後我就真的沒吃飯 真的很不營養 這樣不行 常洗真的 你現在年輕撐得住 你晚年就會撐不住 真的啦 真的 我知道 但現在很多年輕人 沒有在想以後 這樣的其實行樂比較重要 真的 我們把它當作女生在教 你知道嗎 對 然後呢 然後再來就是 每天都要喝咖啡 咖啡要一千五 一個月也還好啦 我喝七瓶的一杯五十五塊 這種 還好 有的時候 那妳可以買咖啡機自己煮 就是 就比較難 對 那妳應該會趁它什麼 買五十 送五十 對 我就會直接買十杯 或二十杯 然後 寄杯這樣 對 然後每天去領一杯這樣 煮咖啡很難嗎 不難 咖啡機 老實講 咖啡機也沒有很貴對不對 對 去咖啡機有時候一兩千塊 就可以了 對 看是什麼咖啡機啦 如果你是真的要很專業那種 一台也是七八萬 或者是用濾杯 那個 濾掛杯 濾掛杯 剛剛開始看 煮水耶 還要淋 煮水 要淋耶 對啊 煮水 還要煮水 是 對 因為如果一個咖啡球 我知道那種壓下去嘛 它就在煮出來 對 其實我有想過 然後最近才搬家 因為我是 我巨蟹做的 然後我蠻 我很喜歡待在家裡 所以我很多這些開銷 租房一定是我最貴的 因為我一定要住一個 很舒服的地方 然後家具 電視啊 吸塵器啊 這種的 我都要自己喜歡 待一省啊 對 你會省得花這個錢 然後剛剛也講到分期 因為我這樣子花 我真的基本上我也存不到錢 我月光族 然後像那時候就是週年慶嘛 Dyson打折什麼什麼 那刷卡 一個月多少錢 那就是給它刷去了 對 你的吹風機用什麼品牌 Dyson Dyson的吹風機一台多少錢 一萬一萬六 一萬七 一萬六 一萬七 對 你用什麼品牌 我不知道 只是看大概一千塊左右 他用達星牌 你達星牌實用 吹風用什麼 Dyson 因為真的很好用 對啊 我用過各式各樣品牌 因為我很沒有不耐煩吹頭髮 我用了之後發現 不能為他打廣告 但是他真的很快速用 Dyson有道理 因為你的經濟努力 已經到一定的程度 你可以享受比較好的生活 那我們不是批評 小鳳就是說 因為你還等同月光族 對 那需要用到那麼好嗎 達星牌不好嗎 但是因為我就會 他沒有聽過 我就會信 達星牌聽過嗎 應該沒有 有聽過但有點模糊 這個牌子是以前 我們學生的最愛 它有衣櫥 吹風機 腳套的 有鏡子 對 外面都會有 因為我曾經 就是因為我租房 我會買一些其他的 平價一點的電器 但用很快就一下就壞掉了 所以我之後就會覺得說 那我為什麼不花貴一點的 然後我可以用很久 是 對 所以我那時候 就是抱著這個想法 我就是 開下去 刷下去 然後有分期嗎 分期 有林綠麗嗎 對 林綠麗 那就好 三期還六期 我沒有分很久 吹風機要分期 而我是連吸塵器一起買的 所以我是這樣子一起買 你買的房間有多少 房間 就是你租了 我租的 大概二十五坪 二十五坪 要吸塵器 要 是 那娛樂費 你還有一個娛樂費是一千五 就是 因為我很窄 就是什麼 Netflix 然後Premiere 就是電動 那個PS5網路費 然後Switch的會員 這種的 對對對 就是 完了 還有一個是 朋友生日禮 對 因為我的朋友 其實都蠻會賺錢的 那我生日的時候 他就會送我一些 生日禮物 那都還不錯 那我不可能不回禮 所以就會每一次 生日的時候 我都不會去省這個錢 因為就覺得 他對我好 我也要對他好這樣 這個我就不會 沒辦法省 是 那請教一下這個立方 有哪一些 你覺得他可以 這個可以上下來 我覺得 小楓就是 因為他其實是很注重 生活品質 其實他比較在乎的是說 他租房這個地方 能不能營造出 他的家的感覺 他回去就可以真的放鬆 但是我以前 我之前看 我就覺得兩萬五 有必要一個人 你住這麼好嗎 房租這麼貴 你住一萬五的也可以 可是我現在有點改觀 我可能被年輕人洗腦了 對 就是休息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會覺得 你又會改觀 是因為你今年貴更 五十了 這二十五 對啊 小真的一半而已 你五十歲 要過比較好的生活 這個是可以 對 但是我覺得現在年輕人 真的我溝通 因為我自己小孩也是 二十歲 二十一歲 就是有時候在跟他們聊天 你就會發現 其實很多年輕人 普遍就是這樣 就對自己好一點 對 然後就覺得 想那麼久遠的未來 要幹嘛這樣 因為我看到只有咖啡 我就覺得就不用花到清晰 對 但是像這種 因為咖啡你自己煮 那個膠囊咖啡 一顆才二十幾塊 是喔 對 對啊 那你每天自己煮就好啦 綠瓜咖啡也可以啊 對 我之前其實都是買像咖啡豆 然後就去抹一包 其實你說三百塊四百塊 好一點 可是你看光這樣一包 半磅我大概就可以 泡個二十杯左右 那平均下來其實不會 你買好一點的豆子 你說那種便利商店的豆子 其實沒有那麼好 但是真的 你看我們剛剛聊 你看剛剛曉鳳是不是說 還要煮水 他講到一個重點 還要煮水 就聽到 那你喝水你都怎麼 我喝水我就是買 異箱礦泉水 我就是每天想喝 我就這樣拿一瓶起來喝 因為像我是DJ 晚上要上班到半夜 然後有時候啦啦隊 我隔天要練舞 或是我隔天有球賽 我根本沒有時間起來 在那邊磨那個咖啡 然後煮那個水 你不容易買一個 那個電熱水瓶 那個一下就煮開了嗎 就有時候都會睡到最後一顆 然後 剛才出門了就這樣 我有看過一個文案 我以前也是想說租房子 就是最便宜的就好了 但後來我就看到有一個文案 我覺得他有打中我的心 他說房子雖然不是你的 但生活是你的 然後我就想說 對耶 我如果可以生活過得好 其實我可以 搞不好我可以賺更多的錢 所以我應該要把這個錢 花在這個生活上面 然後我就會開始對自己好 一顆鑽石永流傳 你也先聽進去 對 但是我就會想說 這樣子的文案 確實是會打動你的心 你就來這個人世間走一回 你為什麼不享受一下 對自己的好一點 那你有存錢嗎 沒有存不了錢 存不了錢 那未來怎麼辦 我就是 糟糕 男人嫁了 我真的還沒有去想 沒有想這個 沒有想這個 需要給爸爸媽媽嗎 我還好我不用給 對 但是我真的是有朋友 是需要給的 那真的是更辛苦了 對 那貓一定要養三隻嗎 我現在也不能丟掉一隻 對 OK 那有做什麼 一頂風 兩隻貨山標 三隻鳥 就是三隻鳥了 你知道這個嗎 三隻什麼 不知道 三隻魚閃 三隻魚閃 誰知道 我知道 看過那個廣告 OK 所以貓其實是 占很重要的支出 還有房租 對不對 那房租一定要租到那麼好嗎 兩萬五 現在台北房價真的超級高 我之前像我 我不是說我用一萬五 就可以租到一個套房嗎 對 然後我後面本來想說 我自己住 那我繼續用我這個 一萬五的預算去找房子 你真的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我就是一直提高 那一萬八找不找得到 找不到 兩萬塊找不找得到 找不到 兩萬三 然後再來就兩萬五 進廣告前 可不可以問你一句話 好 你會不會覺得 像我們這樣的人 是個老骨板 為什麼 就是我們一直在挑剔 你可以再省一點 要存錢 幹嘛 他不會 我滿喜歡這樣溝通的感覺 因為我可以知道你們的想法 然後你們也可以知道我的想法 然後反正聽完之後 我們還是做自己 對 對 還是做自己 你們兩三溝通 但是我們可以換位思考一下 我覺得我會想到一些別的東西 搞不好我就會哪邊改變 了解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